Hello大家好,我是然然 2024年了,又有多少人历了 今天想要开始做自媒体 甚至在线上创业的flag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卡在 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定位,怎么落地上 尤其是不知道怎么选平台啊 怎么写小本啊,怎么定位啊 怎么选方向,怎么做选题上 那咱们今天这一视频呢 就会给你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说 哎呀,做自媒体是不是已经晚了呀 已经不是之前的红利了 其实当下去的时候是过了 这个行业也蛮生长的时期 但是呢,只是玩法变了,更规范了 所以今天呢,也给你盘一盘 做自媒体最顶流的那些赚钱模式和方法 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平台选择 然后再来说一说账号定位 我们先来说一说怎么去选平台 哪个平台最适合新手 然后再来聊一聊怎么去做定位 怎么做选题,怎么做内容 也都是我们招收了上千名学员以后 总结下来的实战技巧 对啊,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我这个频道呢,是专门赋能个体和商家 通过线上的模式赚钱,做副业 实验利润增长的 那如果你也对于搞钱和创业感兴趣的话 那欢迎关注我,给我一个散礼啊 这样你就别错过我们任何后续有价值的内容了 首先我们来说评价选择 现在最主流也是最赚钱的平台呢 就是抖音,小红书,B站,还有国外的油管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出息的预算没有特别多 那我是建议大家直接去选择小红书 不要犹豫 小红书现在被认为是普通人做自媒体 投入最少但是收益最高的平台 而且小红书在中高端的群体里渗透率非常高 之前呢,根据小红书的统计啊 用户有将近四成是来自于超一线和其他一二线城市的女性 说的直白一点啊 就是一群有钱花得起并且爱花钱的人 我们一直说每个平台都是有它的调性在的嘛 也就是特点 小红书容易变现主要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首先是它的内容制作的门槛比其他的平台都要低 甚至说如果你只做图文或者你做不露脸的内容 你也能变现 小红书可以说是在所有平台里唯一的一个图文和视频都发展的不错的平台 你也不需要有特别专业的拍摄技能 像抖音的话 尽管说你也可以去发图文 但如果你不露脸 不整活一点视频都不做那也是很难做起来的 B上和油管更是这样啊 你要做起来大概率呢还要上五分钟以上的中小视频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呢就是叠加了难度 但是小红书上有非常多的图文账号 它们的变现都非常高 第二个特点是小红书的去中心化特点 其实就是它对于新手特别友好 现在抖音呢其实已经完全进入到流量复退时代了 你不去投钱买流量你根本做不起来 只有可能在你那种很优质的情况下 你投比较少的钱能做起来 但是小红书的算法是扶持新人博主的 所有的新人都有机会 你会发现很多税率比较好的笔记的账号呢 他们的粉丝量也没有说特别高 但其实他们的变现都不低 你如果稍微观察一下啊 其实你会发现小红书不像抖音一样 有那么多的几百万上千万粉丝的博主 那这个难道是因为小红书的用户量不够大吗 不是的 是因为小红书一直都在扶持新人博主 它比抖音更加的去投步 有大量的免费流量分给新人博主和素人 这个呢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新鲜血液进来 就这么说吧 如果你在抖音上做一个新账号 你的内容质量要非常非常高 甚至比肩一下大博主才行 但是呢小红书不是啊 跟你在同一个流量池竞争的 是跟你粉丝量差不多的博主 这样的话 其实你只要稍微努力一点点 你出圈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 第三个特点啊 就是小红书是特别适合低粉高面线的 就是说你在粉丝量很少的时候就能赚钱 这个其实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的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啊 你只有粉丝量很高才能赚到钱 但是小红书呢真的是一个例外 因为它的粉丝质量很高啊 涵盖了很多的海外华人女性 购买力非常强啊 所以说你在小红书上去带个货 购个东西 那你销售额可以是很高的 因为它的流量是非常精准的 那关于怎么去做啊 那我主要呢就来说一下小红书的定位方式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啊 如果说你不在你做账号之前 你就认认真真的对待和规划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辛辛苦苦的粉丝量涨上来了 结果来的粉丝 根本不是你想要的 几乎不能变现 那正确的几号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一边几号一边收钱 定位呢主要是分为三个维度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变现模式 你要知道你是靠什么赚钱 你可以是有一个自己的产品体系 也可以是通过接广告 直播带货的形式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员啊 他是有实体工作室的 主要呢是做的是减值 他的服务呢也包括产物修复 然后管理一对一的上门私教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子变现的 他的内容呢 就是把他服务的过程给拍下来 同时呢也放上了对比图 就是训练以后会有什么效果 为的呢就是吸引客户到店里面消费 这个就是他的变现模式 那如果说你没有产品 你就是想要去通过接广告去赚钱 那也没问题 你做直播带货 做广告 做课程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住啊 你怎么变现 决定了你后面怎么样去做内容 如果你想要去广告 那你就要留出来充足的广告位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生活vlog 可以看到大部分呢 都是从回家的那一刻开始 一会儿拍拍冰箱 一会儿拍拍卧室 拍拍厨房 拍拍客厅 你看到以后可能单纯会觉得啊 那他们就是想要这样子拍 这就是他们的风格 但实际上是 只有这个样子把空间打开 他们才会有足够的广告位 他们平时的视频 就拍他们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样的话 无论是冰箱 微波炉 投影仪 还是床单 只要是生活用品的广告 他们就都能接 但是呢 如果你就怼着一个机位 去拍做饭教程 那你顶多就接一点 餐具和调料的广告 所以呢 我们一直都在说 好的账号 一定是策划出来的 第二个定位呢 是人群的定位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啊 主要说的是 你想要吸引谁 比如说你是做美业的 那你想要吸引的 一定就是一群 想要做英美的女生 那你到底针对的是 二十多岁的小女生 还是三四十岁的宝妈 你也要根据他们的消费能力 有一个划分 我们想要的是事业型的 还是家庭型的 如果我们要事业型的 那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可能是工作熬夜 可能是独立 那如果是家庭型的 可能就会在意 老公是不是爱自己 不同人群 他们的痛点 关系的问题 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呢 就要根据这群人的特征 去做内容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客户有什么特点啊 在这里呢 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找到一个 你的目标客户 然后把它描述出来 比如说你想要做育儿 就去找一个 你想要抓住的用户 举个例子 刘太太 有一个一岁的儿子 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加聪明 心上头疼 孩子为什么不吃饭 那你如果能够解决 帮他的孩子 主动学习的问题 他就会愿意付费 那这样的话 你把一个人的需求 给摸透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 你把一群人的需求 都摸透了 很多人呢 都在说 自己不知道 怎么去找到用户的需求 不知道提供什么价值 很简单啊 你就去现实里面 找到几个这样的人 去了解他为什么愿意付钱 下一个定位呢 是人设定位 注意啊 打造独特的人设 是成功的第一步 你的人设呢 就像一个品牌logo 是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就是你怎么去让大家 去喜欢你 信任你 并且呢 能够以此来给你付费 在这里呢 就不跟你讲 太复杂的理论了啊 其实呢 就是两个词 就是价值 还有个性 首先呢 咱们来说一说 怎么去通过内容 创造价值 很多人一听到这里 可能就打退堂鼓啊 就说感觉自己 平平无奇啊 不知道怎么去提供 价值给别人 大家千万不要 被价值这个词吓到啊 说个直白一点呢 就是我们希望 别人看到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以后 感到有收获 咱们想象一下啊 你的目标用户 正在库寻求和答案是什么 或者他们可能 有哪些问题 一直没解决啊 比如说呢 有些人可能一直都在 找他们城市里的 独特美食 那你的内容呢 就可以去探店 去做美食分享 告诉大家 哪里的小吃最过瘾 或者说 有人苦于学语言 你可以分享一些 简单易懂的 语言学习技巧和经验 这样一来 你的内容就成为了 解决问题的线索 别人看了以后 觉得自己有收获 那自然就会关注你 再来说一说个性啊 大家呢 千万不要给自己设限 有时候呢 大家害怕展示 真实的自己 怕被人讨厌 但是呢 你要知道啊 如果说你一直都在 应和大家 最后没有人 会真正的喜欢你 比如说你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幽默风趣 那你就不用拘束啊 就在你的内容 里面去展现你的幽默 去吸引那些 喜欢你幽默感的人 大数据会自动的 帮你定位到这群人的啊 毕竟抖音呢 有差不多8亿用户 想要说呢 也有将近5亿的用户 只要你的内容有价值 你肯定能够找到 那群喜欢你风格的人 如果说你是一个 比较喜欢自我提升的人 那你就大胆的 去分享你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运动啊 美食啊 甚至一些奇怪的性格爱好 吸引的是那些 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呢 才是你真正的粉丝 最后啊 别试图打造一个 完美的形象 这样的话不光是累 到最后呢 也一定会被戳穿 随着你做的越来越大 肯定有很多人 来看你 关注你 如果你的人设 是完全的造假 那你肯定有一天 会被戳穿 你可以去美化 但是呢 不要完全的造假 我们也不是演员啊 展现出来的呢 多少是有bug的 那粉丝呢 就不会关注你 比如说 你可能是一个 有点宅的人 那你就不用去显了 你很会撤骄傲 你就去展示你真实的自己 比如说 内向的人 怎么去参加party的呀 这样的话 你吸引的是那些 真正喜欢你的人 而若是那群 对你有意见的人 毕竟对于那些 对你有意见的人来说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咱们接下来聊一聊 怎么去做选题哈 首先呢 咱们得有三个关键的方向 就是流量 转化 或者涨粉 流量呢 指的就是你内容的 点赞收藏书 转化呢 指的是 有人给你付钱 涨粉呢 指的就是粉丝量了 你不要期望说 一下子就能做到 三全其美哈 但至少呢 得有其中的两点 比如说流量加转化呀 流量加传粉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做选题啊 那想象一下 你是做减肥的 首先呢 选题得是 大众关系的话题 就像之前呢 苦爱灵得惯 这种话题呢 有争议性 最好是近期的热点 那关于减肥方面呢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做 减肥是不是影响恋爱关系 有钱人都是怎么减肥的 这些话题呢 都有争议 但也会广泛的讨论 你不要一上海 就选那种 特别垂直的选题啊 你可以从你这个领域 相对泛一点的话题入手 这样呢 更容易引起关注 比如说 你想要做雅思的教学 那你的选题呢 就可以做像 雅思和托福的区别 雅思期考和比试的区别 雅思口语怎么提分 五个技巧 这些都是属于 想要学雅思的人 关心的问题 然后呢 看一看你的内容里面 能不能揉进去 你的个人经历 这样的话呢 就能展现你的专业性 对吧 比如说呢 你可以分享 我是怎么去帮 某某明星化妆的 我是怎么从二本 逆袭成985研究生的 你可以去做这种经历分享 或者说 直接展现出 你在这个领域的相关证书 提升你的权威感 如果你没有这些呢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去展现一些 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经历 比如说 我曾经是一个 拖延症患者 我现在分享我的 蜕变经历 这样子呢 就能够去吸引到那些 有相似经历的人 提高转粉力 你对于话题的选择呢 也是需要有营销思维的 你要去想一想啊 你的这个选题 你这个标题怎么做 能够去展现 你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的优势 比如说 你可以分享 我是怎么帮上百名同学 达到雅思七分的 我的产品 怎么帮助大家减肥的 这些呢 都是可以去引导用户 主动去问你的产品服务的 最后呢 还有一个选题的小技巧啊 就是跟数字有关的话题 更容易引发关注 尤其是涉及到生活数据的 在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个流量密码啊 就是有四类的选题 最容易爆 就是贫富差异 性别对立 明信八卦 还有赚钱方法 这些选题呢 可以加大流量 就比如说 为什么富豪都很节俭 为什么男生永远不懂 女生在想什么 七个方法 新的一年带你实现报复 好 那我们今天的变现干货呢 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系统性学习的话 那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允许我们的独家界面里 也欢迎咨询我们的课程 如果你现在有idea 但不知道怎么去执行 或者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们现在呢 也开放了付费课程 欢迎跟我们一约啊 好 我这个频道呢 是专门赋能个体和商家 通过线上的模式 创业 做副业 赚钱 实现利润增长的 那如果说你也对于 搞钱和创业感兴趣的话 那欢迎关注我给威乐三连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何后续有价值的内容啊 如果这期视频 给你有一点点启发的话 你懂的啊 记得点赞 好 那今天呢 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